西宫大新闻网7月5日电,7月4日,新华社发表了题为《感情天动地》是,作演姓来名人,建立驻大国重器的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文章。 文章继续了以黄旭华、易泽勇、杨伟、王海峰、杨昭旭为代表,用心血和智慧奋站在国防科技最前沿的科技工作者们。 文章提到的五位科技工作者中,其中有四位都是西宫大校友,他们已去代重称承担起祖国和人民的重托。 全文如下,盖金天动地是作业姓来名人,建立驻大国重器的国防科技工作者,黄旭华,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忧。 1958年,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,黄旭华成为其中一员。 当时的条件,极为艰苦、紧陋,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,就一边设计,一边施工,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,就用算盘和计算尺,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。 就用棒写来称,就这样,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,解决了一个个尖端技术问题。 您工作保密之故,黄旭华整整三十年没有回家。 1988年,两片斑白的黄旭华,回到广东老家,见到了九十三岁的母亲。 黄旭华两含泪花,我说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忧。 尹泽勇,朱新五十载,朱新勇不变,满头银丝,面容清智,睿智幽默。 这是尹泽勇给人的第一印象,他是中国工程院认识,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科技类主任。 尹泽勇,为中国航空发动机试验朱新五十年,他带领团队研发的运用发动机, 是我国第一行走完的自主研制权过程,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窝州发动机。 实现了窝州发动机设计及验证技术水平,从第一代到第三代的跨越。 航空发动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技水平、工业基础、经济实力的标志。 全新研制一型跨代航空发动机,需要二十多年时间。 用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人家一百多年做完的事,是尹泽勇及其团队定下的时间表。 因此有是我国最早探索将新进有限源数值分析方法,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设计技术的先驱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,只有上海、北京等地的计算中心,才有内存量大,计算速度快递计算机。 他常常穿梭于上海、北京等地,排队上机的日子。 怕错失机会,一直用天不亮,就赶往计算中心。 等到忙完了才发现早过了吃饭时间,落下了胃痛的病根。 后来做了胃疾出手术。 1985年,易子勇前往美国俄克拉和马大学机械,与航空工程系深造。 犹豫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一些同伴留在了异国他乡。 易子勇不忘航空报国的初心和使命。 1987年5月既然回国。 作为目前我过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领寻者之一, 易子勇最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, 却仍然不停奔波在设计室、实验室、 试验室飞线厂和工厂一线。 易子勇说,机会稍纵即逝, 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最好的舞台、最好的时代, 就在眼前,在航空工业成飞一线生产车间, 航空保国四个大字格外倾幕, 一家假店二十,正在进行总装阶段的工作。 参业人员回忆,在行号工间的关键阶段, 设计人员分工负责各系统地面综合试验, 经常深夜甚至凌晨才能回家, 第二天照常上班。 就这样,一直坚持了四个多月。 除夕那天,成都所等单位的参事人员忙碌到深夜, 直至发动机开车成功。 但是飞战工作人员把飞机、设备车拉回机库, 回到家已经过了零点, 大伙儿就这样过了一个年。 杨伟介绍, 肩负二十研制, 是一项以航空工业集团为主体, 多集团, 多组织合作的复杂系统工程。 正条研制战线上,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, 成都所懂设计师王海峰, 长期战斗在科研, 是非现场, 开展技术公关, 首次建立了型号,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, 和自主保障信息系统, 实现了数据同源与全寿命中期保障的功能, 成都所非控系统副总设计师杨昭氏, 主持功课了重点型号, 非控系统大量技术难题, 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电传飞行控制系统设计, 分析和试验方法, 获得大量技术成果, 和多项重大技术创新, 远接, HTTP, WWW, Z1NET, COMPolitics, 2018-0704-C1123-079-413, 须挺向有简介, 按照毕业年排斥, 易泽勇, 易泽勇, 1967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结构力学专业, 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608研究所总设计师, 2015年4月, 主任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首任院长, 中国工程院院士, 杨伟, 杨伟, 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统气动力学, 1985年硕士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统气动力学专业, 现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,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, 中国科学院院士, 杨昭氏, 杨昭氏, 1983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统气动力学专业,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, 研究员, 王海峰, 王海峰, 1984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导弹系, 2005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博士学位, 现任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, 长空, 深海, 苍穹, 凭杀茫茫茫苍若天, 英雄埋名多少年, 在实现国家强盛, 民族复兴的征程上, 西北工业大学培养的许多优秀科技工作者, 无怨无悔, 默默无门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, 贡献着智慧和力量, 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住行50年的椅子友,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, 有的为了国家事业而忘我工作, 直到生命结束, 有的为事业默默付出, 无怨无悔, 他们用青春和生命, 陈设了自己的信仰, 他们是共和国科研团队的普通议员, 是校友名录中的普通一位, 平凡的人们, 在不平凡的岗位上, 坚守着一个信念, 爱自己的事业, 这种爱, 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, 不是一时一世, 而是几十年如一日, 是全部的心血, 全部的爱, 可以说, 干今天动地是, 做隐性埋名人, 已成为西北工业大学培养的国防科技工作者的集体座右营, 转自习工大新闻网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